全国性酒册会不会取消呢 内政部长徐国勇他从善如流 该口表示不会取消 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会尽量配合中央 但是会做好弹性应变 该取缔的还是会取缔 也请开车的朋友不要心存侥幸 酒驾对国人来说是五行的杀手 新北市不会因为疫情的影响就不做处理 该取缔还是会取缔 取缔酒驾绝对不会因为防疫 而有手松懈 更重要的我会试整个警力的弹性 以及重点地区来加强来改变 我还是会严格的来执行 另外执勤的方式 我也请卫生局跟警察局 如何来保护我们自己的严警 在酒驾执勤的过程中的安全 以及被检测者的安全 这个我都会做到位 所以大家放心 酒驾新北市还是会持续严格的取缔 防疫是大家的事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也是很重要的原则 一定要落实在生活当中 不要心存侥幸和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记者方见 开心北市采访报道